Franclyn教授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团队发现 未矫正的听力损失会加速大脑萎缩 轻度听力损失会使失智症风险增加一倍 中度损失会使风险增加三倍 听力严重受损的人缓失智症的可能性 要高出一般人的五倍 2020年刺客针医学期刊一项研究结果也显示 失智症的十二大风险因子中 名列第一的就是听力受损 Franclyn教授因此建议 可借由矫正听力损失减少处理声音的负担 提供更多的大脑刺激 并提高社交参与度来降低失智风险 听力损失除了漏接电话 社交困难 还可能因为听不到交通耗聚声 警示声等而有危险 建议50岁起每年做听力检查 当听损超过40分贝时 即可以助听器辅助解入 45岁到65岁的听损 可能是失智的一个很大的因子 噪音是一个听力的最大杀手 卡拉OK或者电视 第一个避免噪音 第二个就是全身性的疾病 目前好像跟听力还是有关的 因为毕竟耳朵还是有血液循环的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心脏病 肾脏病 这些可能都会跟精损有关 那如果你有这些疾病 你请务必要控制 不然的话精损一定会恶化 如果你已经觉得沟通上有障碍的时候 我想你就到耳鼻喉科 一般的耳鼻喉科 或者说是大院的耳鼻喉科 来做一个听力检查 那我们可能要看你听力损失的程度 看听力损失到底是高频或低频损失 来给你做最好的建议 如果是轻度的精损 你可能需要一些沟通的技巧 中度的精损以上 可能就要佩戴助听器 重度或极重度的精损 有可能你需要人工电子的方法 随着年纪增长 越来越少跟外界互动 听力损失或是经常感到孤独 大脑老化速度比其他高龄者更快 国际的期刊都爱谈 就是中年的听力损失 对于老年的失识是影响很大 所以并不是老年的听损影响很大 是中年 如果你是早期在四五十岁的时候 就有这个听力损失 对你老年的认知会有影响 最大的问题就是 当他开始脑部都没有这些声音的刺激 没有跟人互动的时候 他其实这个功能退化的速度会非常快 新的环境接触新的朋友 挑战新的不会的事物 都可以有效的延缓我们的老化 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长期的保持一些健康的习惯 健康医疗网综合报道